至尊蒙蒙主关玉天闭关三月 将不死神功修炼到大成境界 下令大宴三天以示庆祝 谁知关玉天的死对头贺连霸得知此事 派遣自己的义女拜月儿前来刺杀 出其不意刺伤了关玉天 关玉天因此身中剧毒奄奄一息 要人迁行前去百花 寻找可以令人起死回生的赛化陀 不曾想赛化陀得知关玉天中毒 不仅没有答应出手相助 还当场幸灾乐祸了起来 至尊蒙蒙主 关玉天 这老小子 活该 天下名不聊生 他却不以为意 以心想当他的盟主 他早该死了 赛化陀认为天下名不聊生 关玉天有很大的责任 说什么也不愿意出手治疗 正当人迁行和司马天一筹莫展之际 赛化陀的妻子赛西施出现 他最喜欢与赛化陀唱反调 赛化陀不愿做的事情 他赛西施偏偏抢着去干 当他得知人迁行两人的来意后 当即自吹自雷了起来 我和赛化陀可是是兄妹 不过江湖上 只听到赛化陀没有听到我赛西施 那是因为他会自吹自雷 说到真功夫啊 我懂得可比他多多了 要不这样吧 我跟你们去啊 好不好 任迁行和司马天相识一眼 决定司马当作活马医 将赛西施带回了至尊萌 本来两人以为赛西施是赛化陀的妻子 多少应该有些真本事 就算不能完全治好关玉天 也能替关玉天抑制住毒性 可赛西施接下来的操作 直接让任迁行两人瞪大了眼睛 你在干什么 真酒啊 你不是要医盟主吗 是啊 那你把针插在自己手上干什么 是这样的 我先给自己试一下 试完好了以后才给盟主医 赛西施勉强糊弄了过去 重新拔出银针替关玉天真酒 随后又熬制了一碗汤药 声称这是可以解百毒的药方 只要给中毒的关玉天服下 不出一个时辰就可以清醒过来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排除万毒的药 这药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 放心好了 没有问题的 赛西施自信满满地走向床边 将汤药一股脑都喂给了关玉天 宣布再过一个时辰 关玉天就会清醒过来 哪知赛西施的话音刚落 关玉天就满脸痛苦地惨叫了起来 不一会儿便没了动静 任千行替关玉天查看 发现他已经弃绝身亡 显然赛西施这次玩脱了 司马天要一箭杀了赛西施 却被一旁的人千行阻止 任千行愿为赛华陀 号称有起死回生的能耐 如今赛西施在他们的手上 不如用赛西施引来赛华陀 或许还可以救回关玉天 与此同时 刘依依在去盘龙城的路上 巧遇了燕藏风和败玉儿两人 败玉儿由于中了人千行的毒针 此刻已经奄奄一息 刘依依为了讨得心上人欢心 说出他认识一个神医 只要燕藏风能请来这位神医 要解败玉儿身上的剧毒轻而易举 在刘依依的指引下 燕藏风找到了赛华陀 赛华陀与刘依依关系密切 最喜欢吃刘依依做的菜 因此跟着燕藏风回到了食神居 出手把麦替败玉儿查看了起来 发现败玉儿的情况不容乐观 赛华陀不愧是神医 治疗的方式十分的特别 他拿出一支金箫吹奏了起来 萧音在赛华陀内力的引导下 涌入了败玉儿的体内 败玉儿历史有了反应 只觉得气血翻涌很是难受 腹出了一大口黑色的鲜血 好了 他的毒都吸出来了 我再开上点药 吃上两副就好了 赛华陀的医术出神入化 三下五除二替败玉儿逼出了剧毒 将他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次日清晨 赛华陀收到赛西施闯获的消息 连夜奔袭前往至尊盟 在最后一刻及时赶到 从刀斧手的手下救了赛西施 老头子 你终于来救我了 你想救你的妻子 那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 哼 我既然来了 人我一定要带走 为了救赛西施离开至尊盟 赛华陀在人迁行的带领下 前去查看关玉天的情况 发现关玉天表面上已经气绝身亡 实际上却不像是一个死人 赛华陀身为一代神医 岂能分不出活人和死人的区别 他认定关玉天不仅没有死 还依旧是生龙活虎了 这其中定然有着猫腻 只想尽快地离开至尊盟 可人千行和司马天两人 根本不相信赛华陀所言 出手拦住了赛华陀的去路 非要赛华陀就请关玉天 才会放赛华陀和赛西施离去 赛华陀被逼无奈 只好出手替关玉天治疗了起来 我当然没死 我还打算长生不老呢 哈哈